这些似语的警察不知道 此时李鸿涛正在想的是 自己几分钟内可以把手铐撬开 就这样 在被捕的当天 他轻松打开手铐 若无其事地溜走了 李鸿涛没有立刻开始亡命天涯 他在家中冷静地把伪造银行印签的证据销毁 然后带上自己最喜欢的一套DIY工具 爬上了自家的房顶 一边抽烟 一边等待 在警察一无所获地离开之后 李鸿涛才慢慢掐灭手中的烟 终于带着一点满足的表情 乘坐火车离开昆明到一位 到南宁后 他居然又偷了一辆警车 开着这辆警车一路狂奔 用140迈的速度从南宁开毁了昆明 也完全不避开警察 他还在这段时间热衷于婚外情 经常到外地小三的大学去看他 俨然一副真爱的样子 这么大摇大摆的李鸿涛 李鸿涛在逍遥两个月之后 又被公安机关在大学校园里抓获了 这次被捕之后的李鸿涛 开始觉得逃亡的生活无聊了 他打算老老实实地坐几年牢 于是就把自己的犯罪经历 一五一十地向禁办人员谈来 禁办人员听完之后的感觉是这样的 警察完全不信 开始了暗中的调查工作 而这一调查 就让李鸿涛在收损所里熬了四五个月 他慢慢又开始觉得无聊了 有些人总也学不乖 要知道小乔理工技术宅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鸿涛策动了另外两名犯人当鼓励 三个人花了几天时间用自制的工具挖通了尖锁的墙壁 然后李鸿涛又轻松自制了一把监视的钥匙 三人就这么从监视里逃了出来 重新逃跑的李鸿涛逃到了柳州 这次他看上了一辆标志车 又顺利做出钥匙之后 却发现车是坏的 于是李鸿涛再次展现了惊人的演技 他叫门卫和修理厂工人一起帮他把车推到了修理厂 在车修好该交钱的时候 前一秒还客客气气地说谢谢的李鸿涛 后一秒直接开车扬场而去 一成不变的逃亡再次让李鸿涛觉得无聊 于是他故意漏了破绽 第三次被抓获了 安定在监狱中的李鸿涛终于打车打路 还发现自己做的事情多么疑蠢 在漫无目的的逃亡生活里 唯一能够给予自己安慰的 就是他脑海里关于无刷电击的构想 在逃亡中 他一有空都会来构思这个发明 李鸿涛觉得自己必须做出这个电击 让他的人生最后能有点意义 昆明监狱的领导在听了李鸿涛的请求之后 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于是看守所为李鸿涛提供了实验的场地 从此他便开始日以继夜的潜心试验 但是因为实验环境的简陋 最终电击还是没能成功运转 这时法院的判决书已经下达 听到死刑的消息 李鸿涛并没有感到畏惧和害怕 只是担心他的试验还没做完 于是他疯狂地给哥哥写信 想把自己的想法全都告诉哥哥 希望他可以代替自己完成理想 而他自己已经做好了接受死刑的准备 奇迹还是发生了 昆明看守所的领导希望他真的能为国家做点贡献 同意他进行第二次实验 并给他带来了最好的实验环境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李鸿涛的死刑执行通知下来了 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七天 但是埋头在新实验室中的李鸿涛 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把这个便机做出来 他的实验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却怎么也想不透 看守所所长亲自把几位专家请到看守所 对他的实验进行现场指导 专家的建议让他毛色顿开 1993年12月的最后一天 是李鸿涛生命的最后期限 陪伴他做最后一次实验的景观 也都已经不抱希望了 但是李鸿涛的内心依旧是波澜不惊 他冷静地将实验机型搭建完毕 把设备调适到最佳的状态 然后按下了电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鸿涛